各位網友、各位親友、讀者 今天我另外講一個關於我個人的一種 也可以說是生平的其餘 1957年我在香港徹底結束了失課這種的崑頓 慶高彩烈坐四千輪來到台大復學 到韓家的時候我不要回香港 也都未必有錢回來 那我就不回來 不回來你都要打發時間的 那裏就是我父親每個月寄十個人錢 美金給我 包括所有的了 自縮費啊 食啊 出街啊 買書籍啊 等等 還有一樣 我們這些香港的僑生 多數有一種月種的助金 好像百五元台拜那樣的 每個月都有一次發放的 那都是要很緊迫的 你有時去西門町去看一場戲 那你都坐公車去而已 坐公車去 那就是坐公車回來 那就是很少的 就像我們來說很少 當然香港有很多有錢的學生去台大 因為當時香港只有一間大學 是港大 中大都沒有 一陣子都沒有 沒到 那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就是因為台大呢 知道呢 這個 這個國民政府搬去台灣之後呢 他有一派學者跟著去 所以這個 大家不想回去 回去大陸就學的時候呢 你只有一個台灣這個地方 可以去讀大專 那所以就是 我們在香港呢 經歷過這個失學的崑頓 到這個時候呢 1957年呢 我們徹底呢 我自己是慶高采烈 徹底解除了這個 叫失學那種的 那種的痛苦啦 那坐四千輪 四千輪就沒有頭板的 當時是 雲課也好 這個 我們學生呢 多數是坐 坐那個甲板的 好像聽說我有 有時跌了一個海 或者睡覺的時候呢 不時被雲浪 或者拋了下海都不知道的 都好像聽說有一兩個而已 不是多 但是有時大風的時候呢 大家都 都沒辦法了 結果是有風就頂著風 有浪就頂著雲浪 有雨就踏濕身 或者穿著有把傘 或者有一件 或者有一件 那些 那些 很薄的 膠質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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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窮學生是這樣的啦 所以呢 但是都是慶高采烈的 啊 他畢竟是有書讀的 是吧 我來說 當然 香港有一些 有錢的 他就不會去台灣啦 或者去外國留學啦 是不是 那我們呢 就是 那時候呢 就是 這樣的情形 來到暑期的時候呢 有時想回去走 都 沒有飛機票 那時候 只有四次輪而已 那時候 中國 台灣呢 自顧不下啦 有金門炮戰 招不保值 哪有這樣的事情啊 沒有啊 只有錯四次輪的甲板 是吧 所以這個唯一的 所以有時候可以不回 就不回啦 又沒有女朋友 是吧 那就 那就留在那裡 留在那裡 學生呢 他們有很特別的 喬委會對於喬生 是很照顧的 他們呢 走的地方呢 給你的 所謂東令營啊 夏令營啊 給你的無家可歸的 或者你不想回去 沒有錢回去的 這些呢 全部歸併於 東令營啊 或者夏令營啊 這樣啦 那我們呢 去了 在暑期去之後呢 到這個冬季的時候呢 我們九月去了嘛 去到冬季的時候呢 放假啦 放假之後 就有個東令營啊 在哪裡呢 設在屏東啊 在屏東啊 在屏東有什麼呢 一流就減啊 是吧 屏東呢 三個水準呆 在屏東那些 在屏東那些 比較 菜多啊 這個物價 比台北 廉價一點 就去到那裡了 在屏東呢 整個東令營啊 你都沒有家可歸的 就在那裡 在那裡 就在那裡 就去招待你啦 不用錢的嘛 那誰去就去啦 那我們呢 既然呢 回不到家了 就在那裡了 就在東令營 東令營呢 就這樣的啊 他在屏東 你可以知道啦 他就是貪他的第一 貪他的物價便宜 或者那些 工人在那裡 招待你搞一個活動 或者人工便宜一點 所以就是 那時候屏東是一個很落效的地方 因為近台灣的最南邊 所以瓜菜也多 其他都是比台北便宜 所以他設的東令營就在那裡 那時候當然 當然台灣還是風雨飄搖 朝不保夕 又有金門拋戰 很多人要避免這些戰聯 有些回到香港過冬 但是我們這些 難命一條 怎麼回到去呢 就是在東令營 東令營在那裡 台灣還沒發展 走到屏東最偏遠最南下的地方 當時邀請這些 多數是文科的救師 文科救師自然 比賽作文 比賽什麼什麼這些文科都多 工程科都少了 你也沒有這樣的設備 你搬到屏東 怎麼做的東令營呢 這些設備又不多 之後呢 多數是文科的學生 參加東令營 東令營呢 請那些 都是很出名的教授 那他就被一條車飛去到那裡 是吧 那有沒有高過新水呢 我相信沒有了 是吧 台灣都沒有發展 那哪有呢 是吧 所以呢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沒有回去 來講的教授呢 因為沒有設備 你工科啊 其他的什麼都 你都有設備在那裡 所以他 東令營呢 走到屏東 那些落校的地區呢 這些更加沒有啦 學校都 那個設備都不足啦 都沒有台灣 台北那麼好 那就很正常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屏東的過這個什麼時候呢 多數是文科的學生 所以他來這個教授呢 當然有些很出名的 有些是作家啦 有些好像師弟的 師弟的 師弟很多名教授的 這個 李神東啊 這個 蘇雪林啊 那些有時候都來的 這個 謝兵營啊 是吧 我的老師 是吧 作家黃藍啊 那些 就是拍藍二黑那個呢 那時候很流行的 藍二黑的時候 剛剛拍到 這個黃藍就很出名啦 那他又來到 他做得來到 這個 這個 這個東令營講課呢 很多東西呢 一定是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所謂 作文比賽啦 那他因為 多數是文科學生嘛 你不扮作文比賽 哪有呢 那因此呢 我呢 第一個學期去到 這個 九月份 到了東令營的時候 就結束了一個學期啦 是吧 就在那裡呢 就參與 我來了半年而已嘛 是參與 這個 東令營 這個 大專組的比賽 我都不知道自己 當時是這樣的 我是 所有的 大專組的 選一個 是 官亞貴軍 是三個人而已嘛 是吧 那呢 台大呢 就佔了兩個 冠軍就是我 所以我告訴大家 我從來沒有 就是作文比賽 我沒有試過第二 就是那個 我一去到台灣呢 是 半個學期而已 我第一名 他那裡呢 很奇怪的 因為他是 多數是文科 所以呢 也都說他的時間 很迫切 所以他出的題目呢 你總之 你寫論文來就可以 比賽了嘛 比賽應該分早才行的 但是他沒有分了 沒有分 就是 你論文就行 你書成文就行 你詩歌就行 其他就行 沒有所謂的 那麼 夾在一起 來到比賽 那正如呢 這個黃藍說 做這些 評審委員很麻煩 因為呢 好像有跳高啊 紮鐵餅啊 一百米啊 其他呢 混在一起 就選出一個冠軍出來 那你說 那你跳高的 和跑遠程的又不同了嘛 紮鐵餅的又不同 錶槍又不同了嘛 所以呢 就是這樣啦 但是就是這樣 拿一個活動 那因此呢 這個文藝的作品 也一樣是這樣 不管你論文也好 書成文也好 書歌也好 什麼都好 小說也好 當然是 一種短片小說 之類的東西 那集合來 來到屏幕 所以那些黃藍啊 那真是麻煩了 你將跳高的 和打籃球的 其他的東西 標槍的 跑一百米的 完全不同了 不同的 不同的一個專欄嘛 那麼大家 混在一起 那麼你在其中呢 挑選一個冠軍的 那你說好不好笑啊 所以你做評審委員 都很辛苦的 誒很頭痛的 因為合起來 那就跳高的 和游泳的 和百口百米的 紮鐵餅的 怎麼跟呢 不同的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呢 就因爭 什麼都要因爭 因爭就簡 那他不理你的 是吧 喬委會辦的 又沒什麼錢 請你窮救你 那之後 聽他吩咐 他說 怎麼樣就怎麼樣 所以呢 這個選的冠軍出來 都很麻煩的 這些評審委員 你怎麼能夠 將不同類的 來都 選一個冠軍出來 那再不肯冠軍呢 大專組再選 我一個冠軍 第二個呢 兒玉書 兒玉書 是比我早一年來的 但是那個年紀呢 我大他兩年 到現在 我們都是好朋友 非常好朋友 每一個星期都有一兩次通的電話 他住在溫哥灣 我住在多倫多 但是 到現在都是一個 非常之好的朋友 來出來 那當時呢 這個兒玉師兄呢 他就很得意 他說 哎 冠、亞軍 都是台大 我們連用委 他到這個 我到這個時候 再過一兩個月 我就89了 還不記得他說 我們是台大連用委 一個冠軍 一個亞軍 冠軍就是我 亞軍就是他 所以我們變了 一個非常之好的朋友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打一次電話 這個都不是容易的 所謂評審委員呢 你在論文也好 你在書情文也好 什麼什麼 混混賣呢 你總之找出一個冠軍 找一個亞軍 找一個電軍 是這樣 那我就冠軍 而玉書呢 就是亞軍 我們叫做 台大連用委 我到現在還不記得 他當時很高興 所以這個呢 也都是 給我們在這裡 在東領營 能夠過一個非常愉快的 雖然是窮啊 這些文科學生都是窮啊 但是 這個在東領營 非常之愉快的 我今天呢 就先講到這裡先 多謝各位